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年前 我去找诗田 在我俩的对峙中 防卫过当伤害了诗田 诗田是诗里捧在手心的妹妹 她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还双手握着满是血的刀刃 向她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 诗田坐在地上 带着哭腔喊了句歌 诗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到我面前 反手把我控制在地上 我当时还怀着诗里的孩子 身体虚弱地没办法反抗 梁公赶过来的时候 他红着眼睛质问我为什么这么恶毒 我还没解释 就被考走了 在法庭上 诗田那边的律师是梁公 梁公唇枪舌剑 判我防卫过当 判了我五年 他说 王淳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我蹲监狱的时候 一开始老被欺负 没监控的地方 没人的时候我就挨打 被扯着头发 按在脏水桶里 后腰总是被踹 常常都是淤青的 一开始我不懂事 总是倔着 别人打我我也不哭 打得多了 我就琢磨出位了 为什么别人老打我 我就和其中的一个女老大套近乎 我给她洗脚 洗脚水溅我一脸 我也笑嘻嘻的 我还给她洗内衣 干活 后来她偷着告诉我了 妹子 你也怪可怜的 是有人塞钱来说教训你 我知道是谁 是施礼 我伤了她的至亲手足 她的宝贝妹妹 所以她要让我不得好死 恍惚间 我想起来曾经施礼追我的时候 她包了二十几架无人机 她说 纯纯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 我拜托了狱警 让我从后门走 我不想看到她们两个人 更何况 万一她们还没解气 还打算报复我咋办 我拿她们权贵没办法 我的命贱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我还记得呢 诗田抱着狗站 在我面前语气 叫肖道 我的狗七十万 你爷爷一条件命值几个钱 我五岁的时候 我爹骑摩托车出车祸死了 我妈跑了 我就没爹没妈了 就一个爷爷抚养我长大 我身上吃的穿的都是爷爷叠纸盒子 采塑胶瓶子 收破烂赚的钱 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也就带我去市里住了 我们住在棚房下面 我也说市里破烂多 赚得多 其实不是这个理由 而是爷爷想让我在市里读书 市里的孩子都有小发卡 我小时候不懂事 也闹着要亮晶晶的小发卡 那天 我爷爷在精品店门口 转了五圈 走进去给我买了个小发卡 学校申请贫困生的时候 班主任帮我申请了 还让他儿子梁公多照顾我 梁公是全校第一 他偶尔给我讲题 我又聪明好学 成绩提得很快 我爷爷感谢班主任 他偷偷给我塞了钱 让我给班主任 班主任不要钱 我爷爷就主动去帮他扫院子 当时班主任住的是独栋 我爷爷扫院子 我就和梁公在一边写作业 一边玩 班主任还开玩笑说 你家小闺女真好看 真乖 以后咱们两家正好集庆家 我爷爷立刻站直 紧张地搓搓手说 使不得 使不得 梁公脸红的都不敢抬头 我傻笑了两声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爷爷特意回了趟村子 他不让我跟着 我悄悄跟着 看见他挨家挨户 在人家门口磕头借钱 我爷爷对我是那么的好 我从小就决定 读完大学挣大钱 好好孝敬爷爷 那么好的爷爷 他就死了 大姨的时候 我谈了男朋友 他叫施礼 我带他见过爷爷 爷爷说过 他是个好娃子 让我好好待人家 爷爷还说过 我是大孩子了 要有几件漂亮裙子了 穿得太寒酸 人家也看不起 所以爷爷就背着我 还去捡破烂 我说过不让他去捡破烂的 他年纪大了 我不放心 就是那年深冬 就是五年前 他背着蛇皮带 在公园 被不牵绳的狗撞了 摔倒在地上 当场昏迷 被送到医院 撞他的那条狗 就是师田口中那七十万的狗 被撞的当天 爷爷就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 因为颈椎骨折 并且脊髓损伤 爷爷瘫痪了 医院要交很多钱 我去找师田要钱 他站在我面前 只高气扬地说 你就是我哥 那个女朋友吧 没找我哥捞到钱 找我捞来了 我的狗 被那个老头子 撞骨折了 我还没找你要钱 你们一家都是贱命 死了活该 我没忍住 我真的没忍住 那个时候 我刚怀孕 身体虚弱 我和师田 扭打起来 师田拿起了 桌子上的刀划 向我的脸 我们扭打中 我失手捅了他 我被报警抓起来了 我不走 我还有爷爷在医院 但是没人听一个凶手说话 我不停地喊着 师李良公的名字 我想让他们救救爷爷 他们两个 却围在师田面前 安慰着哭泣的师田 被扣押的时候 我听说 我爷爷在重症监护室 躺了15天出院了 然后他回家 喝了白草哭死了 那天 躺在冰冷的地上 我流产了 我没有保住爷爷 也没有保住月份还小的孩子 我被关在监狱的时候 师田来看过我 他凑到我耳边说 我的狗一向很听话 你猜你爷爷 为什么会被撞倒 狗什么都不懂 但是人都懂 人的心太脏了 师田不喜欢我 可能是因为 我抢了他的哥哥 也可能是因为 我和梁公 从小一起长大 是我害死了爷爷 如果我不和师李在一起 师田就不会害爷爷了 我一点也不听话 我不是乖宝 我是个垃圾 我不要漂亮的发卡 我不要裙子 我不要失礼了 爷爷还能回来吗 出监狱的时候 我还有点迷茫 天空广阔 周围都是拔高的楼房 我看着飘雪 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爷爷死了 我没有家可以回去 我漫无目的在街上走着 我想着先找一个包 吃住的工作干着 一步步走着 走累了 我就找了个台阶坐着 眼前行人来来往往 路过一个小孩 我就多看了几眼 监狱里看不到孩子 如果我的孩子活下来 现在也应该能靠 在我怀里叫妈妈了 可能是我看得多了 孩子妈不愿意了 指着我骂了几句 我道了个歉 低着头走了 孩子的爸爸劝了几句 他们夫妻俩吵起来了 孩子妈妈急了骂道 看她漂亮你就护着她呗 说着上来给了我一巴掌 我挡了下 没还手 事情还越闹越大了 在孩子妈打算 再删我一下的时候 一个身影挡在了我前面 梁公找到我了 她站我前面 握住了打我那个女人的手腕 这位女士 打别人脸要拘留罚款哦 我见梁公阻拦了孩子妈妈 我赶紧扭头想走 梁公确一把抓住了我 她和以前一样 法学系的大佬 端蒂是清风正气 她一双眸子 明镜成澈地看着我问道 你出于了 为什么不找我 找你吗 我伤害了你的女神 我怕你还想报复我 我有些讽刺地看着她 王淳 法有法规 你伤人就要坐牢 但是你现在已经悔改了 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 做朋友 我会照顾你的 梁公正色道 我抬起头说 我不需要你 梁公 你最好回去 保护你的女神诗田 如果我看到她 我怕我还会动手 我不信 你刚才被人扇都没还手 你不想再进监狱了 对不对 梁公抓着我的手腕不放 其实梁公找到我 我一点也不意外 她从小脑子就转得快 她等不到我 就不会啥等着 她会有好多办法去找我 五年了 梁公似乎也变了不少 曾经少年的意气风发 已经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 是被岁月打磨的 沉稳和锐利 我懒得理梁公 我现在 甚至一句话都不想和他说 谁会和律师争辩呢 我摇了摇头 甩开他的手 沉默着往前走着 梁公就默默地 跟在我的身后 就像是曾经上学的时候 他也总是喜欢 跟在我的后面 上学的时候 为了报恩 梁公的职日 都是我做 我还帮梁公拿书包 一放学 梁公就坐在位置上学习 我就做职日 收拾好了一切后 梁公子才缓缓起身 傲娇地瞥我一眼 把书包放在我手上后 慢吞吞跟在我身后 我会逗他喊他梁公子 梁少爷 梁公被我喊闹了 他就从后面追我要打我 但是他永远都追不上我 后来上了大学 他选择了法学系 我选择了计算机系 我给他搬宿舍 铺床铺 打饭 一直到我谈了男朋友诗理 我和梁公就不怎么亲近了 只听说过他和诗理的妹妹 走得很近 我还打去过梁公 问他 你是不是要谈恋爱了 那是梁公第一次击演 他语调很高地说 大学就是学习的时候 我才不会呢 不像某些人拜金 和有钱人谈恋爱 梁公话一出口 他自觉失言 立刻就沉默了 但是我也明白 梁公觉得我是因为钱财 和诗理在一起的 诗理比我们都大 他大学毕业 就接手家里公司 他开豪车来学校接我 十分张扬 我和诗理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花过诗理的钱 诗理第一次送我一千块钱的香水 我就打工赚钱 还给他同样价钱的礼物 出去吃饭 我也都是AA 他执意请我 我就下次一定要请他 我是没钱 但是我却非常敏感地守护自尊心 诗理也理解我 他慢慢不再带我去高档的餐厅 反而去一些平价的地方 也不送我那些 我承受不起的礼物了 这就是我爱他的理由 诗理一开始和梁公不对付 大一的时候 因为梁公和我在一个班上晚自习 诗理吃醋 就一定要陪我上晚自习 晚自习上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断电了 漆黑一片的教室里 同学们的手机 灯光还未亮起的那个瞬间 我感受到湿润的嘴唇 从我的耳边掠过 手电筒的灯光慢慢亮起 在漆黑与刺眼光芒交叉的光影中 诗理站起来给了梁公一拳 他们那天在教室里打架 闹得很大 我连忙去拉架 最后两个人都挂了彩 梁公再也没找过我 然后我就听说 他和诗理的妹妹走得很近了 我问过诗理为什么打梁公 诗理什么都没说 他捧着我的脸 密密麻麻地吻向我袭来 我们是真情实感 互相喜欢过三年的 只是那天 我狼狈地被他踢倒在地上的时候 我捂着小腹蜷缩的时候 他护着诗田警惕地看着我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他 曾经也是那么小心翼翼 护着我穿梭过人潮拥挤的大街 我就再也不爱他了 梁公跟在我后面 他看到我进了一家 又一家的店铺找工作 又缓缓地走出来 他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这笔杀了我还难受 我多想出狱后 我变成商业巨恶 或者我找到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 光鲜亮丽 大放光彩 我站在梁公和诗理的面前 肆意地嘲讽他们 我还能报复诗田 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 哪有什么功成名就 不过是我的黄粱一梦 我是个有安底的人 没有人愿意要我 我的笑容渐渐也刮不住了 抬起头 月亮也爬上了路灯 月光灯影下 我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梁公默默地坐在了我的旁边 天真的很冷 我把手缩在袖子里 我不说话 梁公却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纯纯 我知道你恨我 你恨我怕你五年 可是我没有办法 诗家盯着我 我违抗不了诗家 而且你也确实犯错了 你进去后 我一直想去看你 你都没有见我 如今你出来了 你也不好找工作 我就是想弥补你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我 语气舒缓又温柔 似乎怕戳伤我的心 我沉默不语 梁公继续说着 我自己开了律师事务所 在外地有个封锁 我现在也不受诗家的限制了 你可以去那里做个文员 我会保护你的 失礼他 他还在找你 梁公最后一句的语气很重 你要包养我 我冷笑了一声 抬起头看他 梁公抬起头来 目光坚定 我要保护你 纯纯 我不会让你再受伤了 梁公站起来 他把他的羽绒 扶脱下来盖在了我的身上 他说 纯纯 你跟我回家吧 那一刻 我其实想站起来揍他的 因为我挨过揍 所以我知道打人哪里最疼 但是我忍住了 我想起来梁公说 把我送到外地 说失礼在找我 他凭什么把我毁掉后 再来说弥补 他的羽绒服 没有给我一丝的温暖 只让我觉得恶心 但是我还是用手指 紧紧扣住了衣服 我仰起了一个笑脸说 好啊 那我跟你回家 梁公松了口气 他眼里闪过一丝 怜悯和柔意 随后他第一次走到了我的前面 他转过身子的时候 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殆尽 回了梁公家后 梁公家里有女士全新的睡衣和衣服 梁公解释 说他准备了很久 就等着我出狱了 他也早就收拾了我住的房间 梁公给我介绍衣服的时候 他接了一个电话 我注意到他面不改色地离开了我所在的屋子 背对着我接电话了 在监狱锻炼的 我的听力很好 因为我要随时听预警来得脚步声 然后躲藏在监狱的角落里 做乖乖休息的样子 如果让预警知道我的异样 我会被打得更惨 我听到了 他不耐烦地叫电话那边的人 诗田 梁公说下个月就去陪诗田去看婚戒 他语气压得很低 完全听不出一丝即将结婚的喜悦 不知道诗田说了什么 梁公的眉头皱得很紧 那双漂亮成澈的眸子闪过一丝音质 你管好你哥就行 他还在西郊那家别墅疗养吗 我认识一个国外的心理医生 我把他联系方式给你 梁公打完电话后 我装作若无其事 诗泽不断分析着刚才电话里的信息 梁公和诗田要结婚了 梁公要求诗田看好诗里 我正思索的时候 梁公一双手突然按住了我的肩膀 我抬起头 他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意 梁公以前不爱笑的 他以前和我在一起 常常都是别着嘴 眉毛挑得很高 一副嫌弃冷淡的表情 可是见到我后 他却一直维持着虚假温柔的笑意 这个笑意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他嘴角弯曲的弧度都那么恰到好处 他坐到了我的身边 揽住我的肩膀 强硬地把我拉得和他近了一些 然后他说 以前都是我太懦弱了 现在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这句话的语气 让我更加确定他在效仿诗里 诗里是一个霸道 喜欢勾唇笑 说一不二的男人 梁公在效仿诗里 他学得很像 如果不是我认识以前那个 腼腆害羞 常常被动的梁公 我甚至觉得梁公本身 就是一个霸道主动的人 梁公刚找到我的时候 他还会下意识 躲闪我的目光 但是现在 我看向他的时候 他眼里是冷静 是确凿地掠夺 现在的梁公 我看不透了 该怎么从这个男人的手里 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低估他了 我来他家之前 我以为他还是曾经那个 面冷心热 充满悔意的少年 五年的时光 把曾经那个 怕被施加报复 而放弃我的梁公 打磨成了一个 躲在阴处的柴狗 一个咬住猎物 就不会松口的柴狗 我脸上 顺势挂出了仓皇的表情 梁公说 市里开始查我的律师所了 你和我出国好吗 我还没点头 梁公就抱住我 把下巴抵在我的头发上 他语气哀伤道 我知道你恨我 纯纯 到了国外 我会给你解释一切的 你失去的 我也会帮你夺回来 但不是现在 我缓缓地伸出 手还住了他的腰迹 语气放柔 梁公 谢谢你 要是一开始 是你就好了 我说完这句话后 他捧起我的脸问 你真的这么想 我说 是啊 要是没认识 失礼就好了 我语气太真诚了 他分辨不出真伪 梁公开始办手续 转移自己的财产 这些天 我每天都在梁公的房间躲着 梁公明明喜欢蓝色 他的房间 却是失礼喜欢的黑色 梁公的衣服 也都是黑色系的 梁公喜欢甜食 但是他却学着 失礼喝黑咖啡 这太可怕了 他在学失礼 梁公说 他想带我去国外 他要和我重新开始 我以后也会慢慢喜欢他的 白天 梁公家所有的窗户都拉着窗帘 梁公嘱咐 我不要给任何人开门 晚上梁公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睡觉 只要我推开他的手 他就一定会立刻睁开眼睛 像是黑夜中 折服的蛇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件事情 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活动很繁琐 要每天签到做任务 坚持一年 就可以得到一个金字 做的小蝴蝶 当时在我们班级很流行 很多同学都去做这个活动 我也随口说了句 我喜欢小蝴蝶 我也要做 后来我没坚持住 但是梁公坚持住了 他整整做了一年 达了将近11680道题 每天签到从未间断 终于得到了小蝴蝶 他偷偷放到了我的书包 害我挨了爷爷的打 爷爷说 我不应该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让我还给梁公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梁公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准确点说 他很偏执 一个偏执的人得到了 他就很难接受失去 我会让梁公得到我 首先与他回顾 曾经青梅竹马的时光 强化他与我的美好回忆 空白的五年 他和我只有回忆 没有未来 我就帮他打磨那些回忆 其次 我要让梁公找回自我 我说黑色丑陋 蓝色美好 我说黑咖啡好苦 想吃甜的 我说还是希望梁公做自己 攻略没有技巧 技巧就是真诚 我每天起床 就对着镜子 说三十遍 我爱梁公 梁公的眼神太毒辣了 身为律师的他 擅长抓任何一个细节 不真诚的 我很容易就被他发现了 这样他会猜疑我 所以每个细节 我都不能做错 我必须营造出 一个我爱他的假象 我首先骗过了自己 我才能骗他 情人节这天 梁公告诉我 他要加班 中午不能回来了 我在家 梁公基本上 每个中午都回家陪我 梁公骗人 他是去陪师田挑婚戒 他的表情认真还带着些歉意 如果不是我听到电话内容 我一定会信任他 我露出了一些委屈的表情 这让他很高兴 他捏了捏我的脸 说 蠢蠢等我 梁公走了后 我穿戴好 跟在了梁公的身后 梁公锁门了 但是没用 我会开锁技术 我跟他去了奢侈品广场 看到师田 开着豪车下车后 非常自然地揽住了他的胳膊 我站在店外 透过明亮的玻璃 我看到师田挑婚戒的时候 他冷着脸坐在靠窗的皮质沙发上 手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胳膊 好像要扫去什么尘土 但是当师田转头 他又露出一脸宠溢的笑容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他所在的玻璃前 梁公的眼瞳瞬间睁得很大 眼里是震惊 错愕 惊喜等复杂的情绪 他下意识地看向师田的位置 但是师田去了另一个柜台 那个柜台是视线死角 看不到梁公位置的玻璃 我伸出手 在玻璃上缓缓化了一个爱心 梁公的手不自觉地贴上了玻璃 这是我们中学时候经常玩的游戏 每当冬天到了 我就会调皮地在玻璃上写字 梁公嘴上说我幼稚 但是他每次都跟我一起写话 我们两个人隔着玻璃 手掌贴合在了一起 我画了一个哭泣的表情 梁公写了两个字 回家 我摇了摇头 梁公又看了夏师田的方向 他咬了咬牙站了起来 然后他迈着长腿快步地走出奢侈品店 在人潮拥挤的大街上 不顾别人目光猛地抱住了我 温热的气息喷在我的脖梗上 他的声音低沉又沙哑 回家 我马上回去 梁公用抱我的时候 我看到了梁公的背后 湿田从奢侈品店走了出来 随后 他猛地推开了我 我快速地戴好口罩和鸭舌帽离开 我回去的半个小时后 梁公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家 这一定是他计划外的 这是一个意外 但是意外也一定重在了他的心底 那天晚上 梁公在我的无名纸上套了一枚婚戒 婚戒上雕刻着一只蝴蝶 赤以终是璀璨的钻石 他把耳朵贴在我的胸口听心跳声 他说 我以前是恨你的 恨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我 他听着我的心跳声 闭上眼睛 睫毛长如蝶翼 原来我不是不甘 而是爱 梁公说 我是小混蛋 这下他不好收场了 他加快了 送我出国的步伐了 我确定诗田看到了我 我出狱了 诗田也一定会再找我 他不会放过我的 在他心里 我曾经勾引了他哥哥 分走了哥哥的宠爱 如今还不知羞耻地勾引他的未婚夫 诗田找了一些人 想把我绑了 送到国外 诗田安排绑我的人 正是我在监狱认识的于姐 后来我不挨揍了 就是因为我跟了于姐 我还记得我出狱前一天 于姐按着我的肩膀 红唇艳丽如玫瑰 她勾着我的头发丝说 小唇 你早走一会儿 等着姐姐 于姐的手下 把我绑到了海边 让诗田来验货 诗田看见我的时候 他捏着我的脸说 王纯 我真是没见过你 这么不要脸的人 你觉得梁公是真的喜欢你吗 他就是玩玩你 不过是年少时放不下罢了 既然你喜欢被玩 把你送到国外 好好让你玩个够 到时候可都是外国人呢 说着他甜蜜一笑 露出了可爱的表情 我不生气 我笑着说 诗田 梁公碰都没碰过你吧 一句话就让诗田 瞬间被激怒了 他拿出刀 想划我的脸几下 刀被于姐的手下夺走了 诗田有些扫兴 他只能掐着我的脸 说些狠话 我算了算时间 梁公差不多到了 梁公看到我被挟持着 他几乎就冲上来了 他敏捷得像一只黑豹 哦不 是蓝豹 因为我的原因 他开始穿蓝色了 我当着他的面跳下去了 为了不影响我潜水 江姐的手下早就给我松绑了 刀放我脖子上只是假刀子 冰冷的海水瞬间淹没了我 我猛地扑下去 这个被绑的地点就很灵性 我跳下去正好游了几下藏在一块礁石后面 江姐的手下会自己脱身 留下诗田和梁公对质 我搞这一出金蝉脱鞘就是要激化诗田和梁公的矛盾 梁公让我等 我等不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梁公现在的偏执和深情 我不确定能维持多久 我不能拉太长战线 前面铺垫得够多了 梁公得到了就很难再忍受失去 可是我却强迫他面对失去 强迫他面对施迦 五年前施迦给梁公压力 梁公恨我 他选择了报复我 他想让我学到教训 看这就是你跟势力好的代价 谁让你不选择我呢 五年内每次探监梁公都会申请看我 他却一直见不到我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冲动 五年后梁公的恨意全部消失殆尽 他幻想着和我的未来 他在国外的钱以我的身份去开户 而我在他即将迎接未来的时候 毁掉一切 求而不得并不让人苦恼 苦恼的是求而得知又不幸失去 梁公 现在你最恨的人是谁 是施田 对吗 我好像听到了纷乱的不发声 我在梁公找到我之前 游到海滩的另一边 搭车离开 后来我才知道 我走得太快了 我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画面 比如一项温润有礼的梁公 抓住了施田的头发 他几乎疯了一样的 把施田的头案在地上撞击 直到施田求饶 再比如 他从海岸中搜寻我的身影 直到太阳升起 那天海浪太大了 海浪藏起了秘密 让我也没有听到 他生死历劫地喊我的名字 直到声音沙哑 我还有一个目的地西郊 林间别墅 西郊林间别墅 我很熟悉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诗里总是带我去别墅玩 诗家买下了一座山 建造这个造型别致的别墅 我知道诗里 就在这家别墅里休养 别墅的门是人脸识别的 系统曾经露入过我 我没想到现在 还没删去我的信息 我很轻松地打开了门 我握紧了手上的瑞士军刀 走进了别墅里 我一眼就看到了诗里 诗里闭目靠在沙发上 他仰着头 露出精致的下河线 我轻手轻脚地 走到他的身边 举起了刀 诗里猛地睁开了眼睛 只是一瞬间 他就捏住了我的手腕 等他看清楚 我长相的时候 他的眼中闪过 震惊和狂喜 他颤抖着嘴唇 叫着我的名字 纯纯 我一直在找你 我此刻才认真地 端详着诗里的样子 他的黑眼圈很重 憔悴了不少 往日撞见的身体此时 显得有些消瘦了 下巴间的不可思议 给曾经狂傲自私的他 添了几分颓废 我不说话 诗里看到我手中的刀后 他握住我的手腕 把我往他的怀里一拉 他的胸膛滚烫 属于诗里白松香的味道 包围了我 他握着我的手 把刀底在他的胸膛上 蠢蠢 别不理我 我这就去死 他使劲握着我的手 往他胸膛上按 啪哒一声 刀掉了 我颤抖着嘴唇摆出仇恨的表情说 我不是舍不得你 我只是 我一句话没有说完 眼泪就速速落下 我一边掉泪 一边悄悄审视着诗里的表情 诗里脸上带着掩盖不住的喜悦 他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 他拍着我的背说 蠢蠢 我明白 我明白 诗里紧紧地抱着我 他一点都不敢分开 蠢蠢 是我的错 我当初什么都没问你 就让你去坐牢了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 给你跑关系 花了很多钱 却没有成功 诗里捂着脸 浑身都颤抖着 愧疚 悔恨 悲痛 这些情绪 似乎都化为实质 从他的身躯中跑了出来 我不说话 我默默地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我指着自己的身体 在腰部的位置 有在监狱里 被胆留下的痕迹 我笑得有些惨淡 诗里 你所谓的找关系 就让那些人 在监狱里打我吗 我一边说着 手指又一动到了小腹 诗里呀 这里曾经孕育着 一个小孩子 我记得是你曾经对我说 毕业就娶我 是你曾经对我说 要和我生一个 健康快乐的宝宝 男孩像你 女孩像我 说着 我露出了悲哀的笑意 宝宝化成血水啦 老公 这句话直接动摇了诗里 诗里的身躯 有些摇晃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一双眼 某此时无神起来 诗里呀 好好记住我的痛苦 我有多痛苦 你就要有多悔恨 巨大的痛苦和愤怒 席卷我的全身 我几乎要站不住了 摇摇欲坠中 一双手稳稳地拖住了我 双目通红的诗里 他死死地咬住嘴唇 几乎要咬出血滴 在他拖住我的那双手上 我看到手腕处是 丑陋斑驳的伤痕 怪不得诗里 需要看心理医生 他不知道何时开始自残了 我从来没想过 刀了诗里 我的目的就是来卖惨 让他悔恨和痛苦 对待诗里 我从来不需要 小心翼翼地伪装 我只要把我的情绪展示给他 诗里是个很擅长 和我共情的人 诗里 当你得知了 你为我做的一切 都被诗田破坏的时候 你是选择 他还是我呢 那天晚上 我在诗里的别墅住下 诗里没有碰我一根手指头 他甚至连和我睡 在同一张床上都不敢 我在床上睡的时候 他就在床下打了地铺 堂堂诗家总裁 沦落得和一只狗一样 那天晚上 诗里睡到一半 我听到绝望 而低沉的哭声 是诗里在睡梦中哭 我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 我只听到他在睡梦中 念着我的名字 他说 纯纯 别走 诗里变得脆弱敏感 他不再爱笑了 曾经那个开朗的大少爷 似乎都消失不见了 我想起曾经 诗里最喜欢睡觉的时候 抱着我 夏天我闲热 他还不满意地闹脾气说 不行 我就要抱着你 我每次都好脾气地让步了 而曾经那个 在我面前主动热情的诗里 他变得小心翼翼 他变得悲怯 我问诗里 打算怎么对待我 怎么对待诗田 我面带讽刺地说 诗里 五年前 你选择诗田 现在还打算要放弃我对吗 我话还没说完 诗里就立刻反驳 他还怕自己声音太大吓到我 他压低声音说 纯纯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放弃你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一边说着 一边祈求我的原谅 他近乎病态地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拉过我的手 我爷爷从小抚养我长大 他一辈子生吃俭用 你去我家的时候 他还给你做排骨 那是他过年都舍不得吃的贵重食物 我那么好的爷爷 被诗田的狗撞死了 我流着泪抓住了诗里胸前的衣服 诗里 我要诗田陪我爷爷 他能做到吗 我越说越激动 我记得我死死地拽着诗里的衣服 眼泪几乎浸湿了他的胸膛 人们都说一命还一命 我要诗田死 我要他死行不行 我故意地为难诗里 我知道诗里肯定不会答应 诗里抚摸着我的头发许久 我听到了诗里平稳的呼吸声 听到了诗里胸前的心跳声 听到了自己的抽气声 随后别墅内归于平静 诗里小声地说了句 好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他 诗里面色惨白如鬼 他像是即将被行刑的犯人一样 他不断地重复着那个字 好他不断念叨着 我几乎都不敢看他 他撞入疯癫 但是一双手 却死死地握着我的手腕 片刻后 诗里平静下来 他一双眼眸如鬼火 是两条命 诗田和诗里以前感情很好 自从我坐牢后 两个人都避免再次相见了 诗里恨诗田 诗田怕诗里 所以一直想把诗里提出董事会 出狱后 我就开始看五年内的报纸 娱乐报上多次大标题 说曾经兄妹如今形同陌路 说诗田收购诗家股份意图建制清歌 正因为如此 诗家的股票跌了不少 加上诗里的心理疾病严重 他也不在媒体掩盖 诗家早已不如当初辉煌 所以梁公才对我保证 他一定会对诗家下手的 正因为我提前了解了诗里 和诗田的关系后 我才设想了 这次找诗里的计划 诗里得了心理疾病后 他根本没有好好吃药治疗过 他才吃一种治患药 那种药会让他的精神紊乱 但是那种药会让他好瘦一点 诗里说 他吃了药就可以看到我了 看到我曾经亲密地贴着他的胸口 看见我哄和他长得很像的宝宝睡觉 他甚至还能听到我温柔的声音 我说老公我爱你 所以诗里看到我的时候 他立刻就握住了我 他想知道 这是不是幻觉 他曾经多次沉溺于幻觉中 他追逐着我的身影 却最后拥抱的是空气 如今他摸到了活生生的我 他几乎贪婪的每天都要拉我的手 我却对诗里没有好脸色了 诗里碰我 我就辱骂诗里 我让诗里滚 我面色冷淡讽刺 诗里 你不是答应过帮我报仇吗 你怂了 诗里站在我的面前 他弯着腰和一个受罚的小学生一样 他哆嗦着嘴唇说 我想再多看你几眼 这句话再明白不过 诗里动手的话 他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我露出了一个甜蜜的笑容 我拉着诗里的手说 诗里 只要你帮我复仇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好 这句话一听就是谎言 但是诗里却像是得到了一个什么保证一样 他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我发现诗里睡得越来越少了 他整晚整晚的不再入睡 在黑夜中 他亮着眸子 正正地看着我 他说 纯纯 我给你拍张照片吧 诗里的镜头对准了我 我没有笑 反而满是仇恨地看着诗里 诗里也不生气 他像是得到珍宝一样 放在自己的胸口 随后 诗里就出门了 我打开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 那把锋利的尼泊尔军刀 他带走了 我算了算时间 我给梁公打了个电话 我让梁公来西郊别墅找我 我还没死 让他来救我 梁公听到电话后 他就风尘仆仆赶了过来 梁公见到我后 双目通红 他刚要说什么 我就堵住了他的嘴唇 我说 梁公 我想要你 梁公和我不是第一次了 在我出狱回到他家后 我没有很多次 梁公拒绝不了我 我在梁公的耳边低语 梁公就在这里好吗 梁公握着我的肩膀问我 诗里碰你了对吗 他像是一头疯狂的困兽一样 质问我 我流下眼泪说 嗯 我不愿意 他说 要再给我一个孩子和家 我撒谎的 我见到诗里后 自始至终 诗里都没碰过我 他不敢 他怕伤害我 梁公瞬间就失去了理智 他恨恨地咬住了我的肩膀 梁公要在这里羞辱诗里 十分钟后 诗里回来了 别墅的大门 猛然被打开 诗里从光影处走了出来 他浑身是血 黑红色的血像 是妖艳的彼岸花 在他的身上绽放 衬衫上 裤腿上 甚至他的脸上 都是血 诗里提着尼泊尔军刀 反射光芒的刀锋上 滴下了一滴浓稠的血水 他真的去了 他真的为我报仇去了 诗里走的时候 我给诗里发了短信 我说 诗里 你要赶快回来 诗里作案后 他焦急地往回赶 他已经明知自己没有未来了 他想看我最后一面 他看到我的最后一面 就是我主动地抱着梁公 向他露出了一个娇媚的笑容 见过野兽发狂吗 见过人在崩溃的时候 是什么表现吗 诗里像是得了病一样 他的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刀 他的牙齿不断地打颤着 嘴巴微张 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支支吾 只是一双明亮的眼睛 不断渗出泪水 那圆圆的泪水 几乎冲刷掉他下河线的血迹 随后他像是疯了一样 向我和梁公冲了过来 那一瞬间 我们三个人 做出了不同的抉择 我猛地推开了梁公 让梁公挡在我的身前 梁公却下意识地 挡在了我的前面 诗里举着刀避开了我 梁公和诗里像是两只 互相撕咬的野兽 诗里因为消瘦 他的力气已经不如梁公了 但是诗里疯了 他处处置梁公于死地 梁公却谨慎小心了很多 他不想死 也不想因为防卫得当进监狱 梁公和诗里扭打中 梁公从始至终没求过我帮忙 他只对我喊了一句话 纯纯 如果我赢了 你会嫁给我吗 我坐在沙发上 像是一个欣赏斗兽的观众 我扶着下巴说 那你先赢了再说吧 梁公眼中闪过阴狠 他夺过了诗里的刀 拿起刀毫不犹豫地 要捅向诗里的胸膛 我冲上去 踢开了那把刀 我说 梁公 够了 你赢了 梁公不服 他一双眸子黑漆漆地看着我 他勾起嘴角看着我说 纯纯 你舍不得他死 纯纯 我没赢 我输了 说完这句话后 他毫不犹豫地捡起刀 狠狠地刺向诗里 警察来的时候 诗里已经昏死了过去 经过调查 诗里在诗家老宅 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妹妹 但是由于他本人有精神疾病 所以暂时扣押了 在扣押期间 诗里紧紧地握着一张照片 梁公在诗里失去意识后 还举刀刺向诗里 构成了防卫过当 致人重伤 被判五年 威严的法庭上 法官敲下了锤子 梁公双手背靠 他那双漂亮的毛子 追寻着我的身影 他在人群中看到我后 露出了一个脆弱的笑容 他向着我做了一个嘴形 不用等我 恍惚间 我仿佛回到了 曾经上学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食堂打饭 食堂的人乌样样的 他却总是在人群中 一眼能找到我 我在人潮中 穿梭到他的身边 他隔着老远对我做嘴形 那个时候他说的是等我 我就会异地先找到一个座位 等他端着饭盒过来 我们坐在一起吃饭 我会说一些笑话逗他 他会给我讲他的事情 我放下了对以前的回忆 我转过身离开了法院 那天的阳光很大 我又去看了一眼诗里 诗里孩是拿着那张宝贵的照片 他把照片贴在怀里 轻轻哼着一首歌 那首歌我记得 是我陪诗里过三周年的时候 我唱给他的 在西郊别墅 星空之下 我偷偷学了吉他 我一边弹一边唱 作为他的生日礼物 诗里那天特别高兴 他激动地抱着我 直接跳进了游泳池里 在水池里 他说 纯纯 我爱死你了 我在水里拍打着诗里 骂他混蛋 他抱着我在水里 畅快地笑 那个时候 诗里是那么的开朗 那么的充满活力 如今的诗里 他缩在角落 瘦得像一根即将折断的铅笔 旁边的人对我说 这个病人 偶尔发狂说 要找蠢蠢 护士就给他唱这首歌 他会平静很多 我点了点头 走出精神病院后 阳光照得我有些刺眼 我遮住了眼睛 看到对面马路 停着一亮粉色蓝薄基尼 我眼眸一亮 走过去喊了句 于姐姐 他纤细的手指 把墨镜一摘 红唇勾起 我来了小唇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